今天就是神有点重了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内蒙古厅乐阿强 今天的市场上简单采购 十几斤肉啊 咱们简单吃一个红瘦肉 这是提前一天跟老板订的这个黑毛猪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 这毛还挺黑的 咱们先整个小火腔啊 给它留下毛 接下来咱们把这个烧焦布粉 给它小刀刮一下 切成这种麻酱块大小啊 这点保留下来啊 回头炒菜油 剩下这点啊 咱们可切成这种麻酱块大小 这也属于 这也属于五花的弟弟啊 三花 简单给它焯个水 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稍微来点料酒 准备干大葱啊 咱们先给它切成这种小个粒 再来点这个小姜片 水开后啊 咱们把五花给它捞出 接下来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一点点油 然后咱咱们锅里边稍微来点冰糖 简单咱们炒个糖水 咱们把糖水炒至走红色冒泡 OK 然后把提前准备好的葱姜下到锅上 咱们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来点生抽 老抽 蚝油 然后八角桂皮香叶干辣椒 煲里头 稍微来点盐 小火一个半小时啊 然后准备一块猪瘦肉啊 在市场买的时候特别漂亮 后来感觉这个多少点破相 也不是特别漂亮 如果你的刀工没有我这么卓越啊 可以先把这肉稍微的冻一下 就相对来说好切了 因为它不跑了 然后给里边来点盐 简单的给它抓拌一下 来颗鸡蛋 继续给它抓拌均匀 然后来 然后来点拢出 调一下颜色 咱们把这些肉片 抓拌均匀 然后咱们再给里边来点油 最后给它封一下 接下来咱准备点小配菜 咱们把配菜切成小片 洋葱稍微切点 然后咱们切点蒜片 首先咱们给里边稍微来点这个 橙醋 生抽 来点盐 花椒粉 姜粉 来烧鸡精 蚝油 再来点淀粉 来点水 给它就和均匀 然后咱们给锅里边 稍微来点油 咱们把肉片下到锅中 给它滑散 这肉片 切的时候看似很薄 但实在好像还有点厚 锅里边留点底油 油温三五成热 咱们将木的蒜片 给它爆香 然后把提前准备好的料汁 给它炸到锅中 给它香气炒香 把咱们的锅油肉 给它炸到锅中 然后来点配菜 就说锅香四一啊 咱们的红烧肉差不多了 今天就是汕有点重了 哈喽哈喽大家好 好像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 哇天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这个 这个红烧肉 也就是几瓶 今天 今天这个颜色 应该是本年度最失败的 一些红烧肉 但是它的转个软弱的程度 是最完美的 这五花的魅力 在持续散发 这块儿完美啊 昨天有一个小伙伴给我留言 说是强哥 不该在养生的年纪 选择了油腻 我天 人道如中年 确实是 嗯 该考虑一下身体问题了 看这个小肚子太诱人了 吃又不吃蒜 小米少一半 哎呀 今天这个色子啊 真的是缺黑啊 不是黑暗肉里啊 但它确实是颜色差点意思啊 已经黑到影响视线了 今天这个黑的也太黑了 它们直接都盖饭缓解啊 就说了 只顧有时候还蛮下饭的 还蛮下饭的 我吃了一口 所以我吃了一口 今天有点馋铁锅大灰菜了 咱们今天来一个我们这本地的灰县菜 咱们把锅烧至冒烟 把猪皮给它好好蹭一下 咱们把背面给它刮洗干净以后 把五花给切成小块 就五花三层倒是没什么毛病 接下来咱们切点葱姜 来点红葱 咱们把红葱给它切成小颗粒 准备点大蒜切点蒜片 然后来一块小姜 给它切成姜末 来一勺花椒粉 一勺大料粉 来一勺盐 纯醋来点 生抽 首先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然后把切好的五花下到锅中 咱们把五花简单煸炒一下 咱们这个五花炸至微焦变色 像这样就OK了 把里面的油脂啊 咱们给它捞出来一部分 咱们这里边留下一点点底油就好了 把提前水之后的这个油料下到锅中 盖盖给它焖上20秒钟 把料汁的碗用水涮一涮 接下来咱们给五花 稍微来点点搂出给它调一下颜色 这两天降温了 全是烟 好 咱们给里边稍微来点水 来点蚝油 盖盖 小火啊 咱们炖上20分钟 准备两个土豆啊 给它切成那种小块 然后咱们再来点豆角 给它切成这种小村段 把土豆和豆角放一块 最后重处期啊 咱们切点这个白菜 咱们先把白菜 斜刀给它片一下 白菜叶一片一片剔啊 我把白菜帮子给它敲一下 二十分钟以后啊 咱们把土豆和豆角 豆腐下到锅中 盖盖 小火啊 咱们再给它炖上十五分钟 放了点红麴米啊 好像搞多了 这色有点太重了 然后咱们把白菜 再来点西红柿 炸丸子 粉条 然后盖盖 小火再给它炖上七八分钟 然后给里边来把葱花 这个得酒汇一下 哈喽哈喽大家好 这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 呀 来来一口来一口啊 今天今天这色不是特别行啊 嗯 为了好看我又放了点红柿米啊 结果比不小心啊 叔叔欠啊 放多了 哇 这也太下饭了 这肉也很香 它这肉啊 羊色不不赖啊 把你的心 我的心 穿一穿 看一株形容草 穿一个通行鱼 这点五花做的相当完美啊 我就要happy一下 哈哈 哇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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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尝一下咱们这个丸子 这是我老丈人自己炸的 你们别小看这丸子平平无奇 这是一个喊了老丈人对我无私的爱意 吹爆 吹爆这个小八蛋 超级好吃 咱们做一个简单的小型盖饭 这大灰菜 就是有这样的魅力 这个我的辣椒油 现在给它来点 稍微来点辣椒油 锅满辣椒的小丸子 这辣椒油是我自己炸的 从厨艺层面来说 这个属于我和老丈人 在厨艺方面的一个首次合作 吃完以后我会很惊慰 今天咱们这个大灰菜 必须拌一下米饭 这个状态也太完美了吧 给大家表演一个小节目 没挤开 我不知道有没有被吓到 刚才表演的节目是 B-Box 有没被吓到 底下全是辣椒 辣椒油 这太刺激了 这全都是辣椒 今天咱们打扫一下冰箱 冰箱里边有些小羊肉 今天传不传吧 大概有这么多 估计有个十几斤 咱们给它一锅炖了 刚刚好有一大锅 但这羊肉煮出来会泽水 然后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今天这羊肉里边有点羊腰子 有两颗羊腰子给混里边了 然后这个沙味略重 咱们切点这个葱姜 先切点小姜 咱们把姜给它切成小片 然后切上一点点洋葱 来上一小勺花椒面 浮沫撇去干净以后 咱们把提前准备好的葱姜 散到锅中 再来一点点盐 为每香前一把盐 小火 咱们先开盖 给它炖上40分钟 切点土豆 内蒙三宝 羊肉土豆大必要 炖一个小时以后 咱们把这个土豆下到锅中 咱们小火再给它炖上一个小时 准备点小蒜末 这水还挺多 咱们再炖一炖 锅里边稍微来点面 咱们今天吃羊肉面 咱们今天面少吃点 多来点肉 面里边倒点羊肉汤 切切脂 少少来一点点辣椒油 你别说了羊肉真好吃 咱们再吃这么从 炖上吗 殿浴 participant 来点肉 人 为什么 品 继续 来点蓝银菜 趁热吃点面 嗯 吃点蒜太给力了 来上这么一点 嗯 这锅买羊汤的面 哇太爽了 带着这辣椒 嗯 直鸡味蕾 直鸡灵魂 嗯 来点兔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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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爽啊 超级贵的 来一块这个小鸡果 走时候不该吃面了 吃完面谁吃饱了 再来一小块肉 剩下这些啊 留着晚上跟老丈人一起吃吧 最近有网友留言 想看河南会面啊 OK给你安排 正好老丈人送了十几粒羊肉啊 OK 咱们先给它焯过水 这小骨好像还放不下 这三块刚刚好 然后给锅里边稍微拿点水 准备点葱啊 红葱和老丈人种的白葱啊 切成小段 咱们把姜 切成小片 水位开货啊 咱们把这个红果给它打一下 然后咱们把葱姜下到锅中 然后咱们给它炖上半个小时 好浓郁的这个豆腐弯 这汤没有吹成奶白色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咱们把羊肉 切成 豆腐和粉丝下到锅中 然后再来点面条 面煮差不多啊 我们捞出 还点小小小香菜 切好的小羊肉片 小海带丝 没买着海带丝 接着来点麻辣海带丝 再来点辣椒 哎 真 咱们这个必须再来点醋啊 必须把这种酸辣洋溢中感觉啊 狗出来 说实话我是有点饿了 但是今天的面不是特别给力啊 羊肉炖的不是特别辣吧 不太够时间啊 高压锅压了一下 好像略显着急了 嗯 舒打 味道还蛮好的 嗯 嗯 还缺两颗啊 春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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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